怎麼用手機拍照 新北CH3城市光銀影像製作學堂開課了 講師首先先說明如何拍出好照片 這當中有很多的美感 讓上課的阿公阿嬤聽得好認真 原來這都是他們不知道的小秘密 而且照片還能夠做成短片配上音樂 真的是讓他們大呼 這堂課實在是太好玩了 算一算的就過了又沒去 沒接算就不好了 怎麼好算 怎麼好算 因為不會 現在就是在學習 蠻好玩的 周一很多 像學這個 以前我們都不會拍照 像以前天空什麼的 都不知道怎麼擺姿勢 然後學這個以後 然後可以把自己拍得美美的 這樣好玩的課程 新北CH3城市光銀影像製作學堂 由新北市新聞局指導 新北市公用頻道活化運用委員會 及新北市板橋區廣德里辦公處 數位天空有線電視公司主辦 透過手機攝影剪輯的教學 讓在地長輩學習到製作影片的相關知識 就像是立委羅智政到場參與表示 能夠上電視CH3當主角 相信這件事情對民眾來說有不同的感受 有 那個他們那一些我們旅民 大家都學得很高興 希望如果有機會的話 下次多多來辦這樣 你自己有沒有學到 有 我學很久了 好玩嗎 好玩好玩好玩 大家 大家都玩得很高興 我剛才提醒說 原來建物一個頻道 專門讓大家去送那些東西 做的東西 送他 建物人覺得不錯 就拍給全國人看 所以今天我們來辦這個活動 希望大家大家學一學 學到那些作品 就算不可憐 有一次我請你去辦這個活動 幫大家看 今天很高興來這邊辦這個活動 那今天的手機課程 大家不要擔心 等一下老師會好好的跟大家講 大家學完以後 就可以回去拍孫子拍家人拍旅遊 數位天空有線電視 連續在板橋土城兩地 舉辦新北CH3 城市光影影像製作學堂 邀請地方鄉親 參加手機拍攝剪輯的相關課程 獲得長輩們的好評 讓他們了解更多的手機功能 自己拍 自己剪輯 特別的有樂趣 記者林立如 志恆新北報導